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金融絕殺半小事 我是你們的主持藍藍,還有我們的嘉賓,可Sir 非常之開心,一見到你很開心 好了,今天我們的主題就是鮑威爾一句 Prior for longer,全球股市就熔斷 本欄的粉絲大獲全勝,究竟今後的股價會怎樣呢? 你是不是贏了,可Sir? 當然啦,當然贏了,我們很少不贏的 老實說,鮑威爾星期四 我們亞洲時間就是,但是在美國就是星期三 意識那天出來,其實息口沒有變 整個市場都一早猜到,是不會變的了 但是在記者招待會上才有了道,永遠都是 那麼我們這兩個會 熱炒盤房和搏擊會,加上另外一間公司的衛月 通常我就一定會給他們一個餐牌 做什麼、做什麼、做什麼的 所以過去踏入這個星期,差不多整個星期 我們都是星期一、星期二就靜些 因為要等那個公佈出來 但是呢,到星期三呢,我們就全線出擊了 OK? 還有星期四也是 今天,我不知道,可能要靜一些 因為賺了這麼多錢 現在正在找地方擺,老實說 不是說笑的,是真的 我也不知道擺哪個戶口 你給我,我幫你找位置擺 我是在想著擺在二還是三那裡 你是不是想做四呢 有十六號愛人而已 OK 好了,在記者招待會上,我經常都說 我是把連結給我們的會員去現場看的 雖然是差不多你們在睡覺的時間 OK? 他只是一個月而已 對 for longer 一個月,當然是說理識 不是說其他事情 也不是說男人的事情 對 for longer OK? 接著故事就跌到一波一波 OK? 正正是我預期的 在你過去這幾個視頻 我也是一樣這樣說 敬重你的下懷 對 我一直都說 鮑威爾其實 不可以讓你們知道的 就是想股市跌 以及想那個勞工市場 那個失業率是上升 而不是像現在這樣 那個勞工市場 蓬勃到不得了 不得了 因為股市就是個資產市場 OK? 如果資產市場一直不斷升 那些通脹就跟著升 不用說了 對不對? 如果沒有人失業 那些人就不斷花錢 那又是通脹升 所以他真的 發夢都想股市跌 發夢都想有失業率 OK? 但是不說得出來 說出來是被人罵的 知道嗎? 所以很多時候 他不可以完全坦坦白說話給你們聽 如果是這樣 市場就不是市場 對吧? 好了 在過去幾個月 他每次都走出來說 還是強調的 不要以為加息周期 現在到尾聲 就會很快 那些事情 他講得非常清楚 但是人家不聽 那些人是喜歡聽 他們喜歡聽的東西 OK? 本性來的 這個我很明白 這個是女人的本性 OK? 喜歡聽的好聽的 OK? 是嗎? 真的? 是啊 看看哪個男人 看看哪個男人 但是市場不理 而那些媒體 和股評專家 都大大聲聲大大個字 寫出來 加息周期已經到尾聲 這個是真的 加息 短期利息 我上次在這裡也有說 是真的到尾的 OK? 所以聯儲局都說 還會多加一次 起碼他手上還有一次 在手 不會突然間 個個以為他不加 一拿出來 又被人罵 你知道嗎? 所以他永遠就拿在手上 我還有一次 你們小心點 這樣 今次他也是這樣說 會還有一次 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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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見